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晒太阳可以提高乌龟的体温 通过晒太阳可以合成维生素D3 阻净钙吸收 也可以阻净新陈代谢 然后额预防肠胃疾病 如果乌龟长时间处于阴暗的环境中呢 它会因为缺钙而导致软胰 然后呢就会四肢无力 通过晒太阳可以对食物有更好的消化吸收 这样对乌龟是不是很好呢 所以啊我们常常要给乌龟晒太阳 而且是早上的太阳 不是中午的太阳哦 早上九点钟给它晒太阳 大约给它晒半小时就OK了 嗯 我不会给它晒太久 因为晒太久乌龟也会受不了 它也会口渴 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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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乌龟会认会认他的家 这个是什么表情 很好笑的表情 我不想你要睡太远了 我要进我的屋子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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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